老师第一站来到我们治愈车间 是来对地方了 因为酒取是棉柔白酒生产的一个 最源头最核心的一个工艺 自古旧游取为酒骨取定酒型 这个说法 就是这取是酒的脊梁 是的 这次取好像就是说 像我们老百姓要蒸馒头 也是酵母 这起这种作用 上一产您说的很对 所以酒取有一个专业的定义 它就是以小麦大麦为原料 经过自然的发酵 辅集多种的菌类 霉类 和香味物质的一种粗霉制剂 它在白酒酿造中 起到一个催化的一个发酵作用 杨核的棉柔丝色曲 它有金黄色的一个外衣 紫褐色的一个线圈 乳白色的一个曲度 和霉红色的曲细 四种颜色 四种颜色 都是在自然发酵中 自然产生的一种颜色 我可以给老师解释一下 微生物在发酵前期 在大曲的表面进行辅作 经过高温的烘焙 它会使菌丝进行动化 产生金黄色的外衣 那这白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自然环境当中 大多数微生物是肉眼无法看到的 那这个微生物 从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 在曲画当中 我们直观地可以看得到 证明这个曲画当中 辅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微生物 所以白色就是微生物聚集的地方 是的 中间的这一点红 我们大曲在发酵过程当中 它附集了众多的有益温生物 有益的温生物会代谢出很多的代谢产物 就比如说这一种红色的色素 它证明我们的酒曲 在质色水之初 就赋予了我们棉油型白酒 很多的健康元素 那紫赫色的这个线圈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在自然发酵的时候 我们温生物会产生大量的生物热 内部温度和湿度非常大 形成了一个高温的美拉德和焦糖反应 美拉德 焦糖 这焦糖我知道 咱们要做红烧肉要上色 上色 是吗 是吗 有 我跟你说 老善做过 白岸师傅他比较了解这个 但是他对美拉德没听说过 对 美拉德也在高温高射状态下 这种传承自然的一个变色和增香的一个情况 增香 酒取当中含有三大类微生物 比如说我们的黴菌 比如说我们的细菌 比如说酵母菌 黴菌它具有将淀粉传承葡萄糖的能力 酵母菌就直接可以将葡萄糖转化成白酒 那我们的细菌会赐予我们白酒众多的一些风味和口感 哇 但是世界上就是粮食酿的酒里边好像就是中国人用取 是不是 是的 就有日本的一个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叫板口 他就非常赞美中国这个利用黴菌 他说黴菌是大家都讨厌的东西 是吧 都想去掉东西 是是是 而中国人呢合理的利用了黴菌的功能 你知道咱们的吃的什么毛豆腐啊臭豆腐啊 对 所以这个我就说我觉得这是古代的高科技 高科技 而且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 其实这个酿酒啊是天人共酿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咱们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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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